两周前我找到了他们俩 在河南郑州致力于推广B-BOSS的一对好兄弟 我当时问了他们对B-BOSS未来的展望 他们说 未来还是我非常看好他的未来 对 是的 今天我又和他们来到了郑州西四环 拜访一位把孩子送给他们学习B-BOSS的老欧举 拍上了 等会儿吧 拍上 你把那个 改个段子 那个已经啥 所以先freestyle一下 我问了这位老欧举相同的问题 去做文化推广 而且非常成功的 现在过得比以前是差很远 我只能有惨烂性 因为那个时候 就一旦被贴上你玩街头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但是他们还在坚持这样一个事 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点 就是他们没法生活着 他们还在坚持这样一件事 嗯 这个这个这个是一个很 说实上很可贵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大家好 我叫谢浩晨 今年七岁了 这个 我也不在乎 你无限的 有变成之前的了 舌头 那个半个疯了 舌头白哈 又变成 又变成这种啊 你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bbox的 他是先学了bbox再学会的说话了 他小时候他就是先天天吃奶的时候 吃完奶的时候 1 2 3 let's go 气去改变他的音色 对吧 慢慢的吸一下 嘴巴慢慢打开 整个摩擦的声音现在 非常好 听到没有 是不是虽然说很小啊 对吧 比较轻微吧 但是是不是有 是不是很像 再来 咱现在慢慢加重 你觉得bbox对你儿子产生了什么作用 除了家之外 因为小丽是经常呆在家 除了家之外 世界很大 世界很大 有很多更好的东西他能够去看到 而不是说家里面那些 所谓的电子产品 通过bbox去上台也好 怎么着也好 这种去感官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他带有七星六遇 他的感官听觉 这种冲击是不一样 我也给小丽哥做了采访 我想起 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 跟他现在这样腼腆 有 前世纪天寒 有同学在做过照 你是教他什么呀 教他 你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教他 因为我对他的不是要说性格上不满 因为一直受妈妈的影响 妈妈女性嘛 她是一种比较柔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作为父亲 我又是一个儿子 我对他的期望肯定是希望他野一点 但这个也不是说没有规则那种野 我是希望他能够像我的性格上 喜怒爱乐都能表达出来 而不是说放在内心深处 所以说 我之所以让他去接触BBOX 其实我当时的初衷 也是说 如果说真有这样的舞台 拿上去 会不会讲都无所谓 但是我 我是希望 怎么说了 希望说他能够去看到有很大的舞台 除了家之外 也许有时候我们会用表现也是自己 但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又是如此真实 大家好 我是萌马工作室的小丽 Switch 但现在年轻人 我一直讲都有个痛病 好吧 我觉得 他们懂得确实多 我承认 但是他们的行动力 跟不上他们脑子 都是白灰 对 他又是一种 谢谢